再来针对私信驾驶的部分 我想做一个说明 目前私信驾驶就是近代司法的调查当中 配合相关的一些的调查 那私信驾驶是98年进入到聚业交通 那对于他13年前有提到的发生的一个事故 我这边跟大家报告跟说明 那因为公司的主管有更新更换 所以事实上对于他13年前的这样子一个事故 我们确实没有掌握到 这是公司的疏失 但公司绝对没有隐瞒这件事情 那在此特别说明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也立即就是去找了当事人私信驾驶 去跟他确认当时13年前的这一件这个事故 那也去调阅了当时的法院的判决 那这件事情当时发生是 他当时的公车是行驶在这个内侧的车道 那在清水这边 那往前在这个行驶的时候 右方右前方有这个机车 他从外侧车道 那就直接切进来 这个本来的内侧车道 公车的前方要左转 那不幸发生碰撞 那法院当时的判决书里面也有指出 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私信驾驶 因为当时是有超速 那为造势的次因 它是占造势的原因的三成 那机车的部分因为切进来 占造势的主因为七成 那这件案件最后是获得了缓刑 那一颗罚金 那之后他这个 这个驾照也没有被吊销 那师员在之后的任职的期间里面 都定期的接受公路局的 这个大客职业大客车的 这个驾驶的回训的训练也都有通过 所以他就是一直持续的在聚业这边任职 那这是对于他这13年前的 这样子一个造势的一个说明 也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到 当时的这样子一个事件的这个始末 那目前就是说在这次发生不幸的事故之前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他虽然13年前发生事故 那之后也都有定期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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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这个公车 那事实上在公司后面的表现 也确实是中规中矩 那但是还是不幸的发生了这一次的事故 神表遗憾 那最后呢我想针对本次的这个 这事故的责任的归属 聚业交通责无旁贷 绝不推卸责任 也绝不逃避 那最重要的是后续 与这些受难家属的相关的赔偿的责任 我们公司目前也已成立了专责的小组 那我们会尽速的来跟家属来协调处理 这个后续的赔偿的事宜 那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有家属跟他之前都说 司机把他先上车之后呢 又就是撞到人之后上车 讲电话之后呢 又再散一步油管这一块 那公司这有了解到吗 是 这个这个部分好 那个 公司这对这个部分好 那确实是有询问当时的驾驶 那这个这件事情好 目前那司法也进入了一个调查的阶段 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 聚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这件这个这个疑问 我想我们也希望 这个司法尽速的来调查 那公司的态度就是误网误众 那我们也希望司法尽快的调查之后 能够还给社会大众跟家属一个真相 谢谢 因为那个 女大师的学姐有讲到说 请司机停车不要再开 结果司机还是继续发动 然后到这次的 那司机的这边伤劣 这部分因为 我还是必须强调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希望 司法误网误众 那我也相信 在未来的司法的调查的过程当中 这些就由当事人 跟法官或检察官 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这件事情 也希望能够真的尽快的 能够有一个真相 然后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清楚 谢谢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昨天第一时间就已经就已经立即掌握了 然后并且调阅监视器 那这个部分我们发现确实是在那个行驶的路段上面 有树枝是掉落吗 树枝在树枝在树枝上 那驾驶是在散那个会撞到的那个树枝 然后这个这个是跟这个媒体这个社群网路上面的说法是是是是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提供一下这段画面 毕竟你们有一个说法 那不要证实 可以会跟我提供 那我们公司对就是有造势前科的司机审核到底是怎样 我想这个部分身为交通运输的业者 应该对于聘用人员也应该要有更高的一个筛选的标准 那在这次事件之后 我们也会刚好提到 我们在一些的管理的措施上面 我们确实需要来重新的检讨 那包含适不适任的这个问题 那个公大莫比先生 你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这件事情会比较圆满一点 对 基本上从事发到现在 我想我们 我们身为这个造势的这一方 我想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权力去协助他们一些这段期间的一些事物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很积极的在进行配合当中 那我想大概最关心的还是后续赔偿的问题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都还在没有进入到一个双方来谈论到这个问题的一个阶段 但是公司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逃避 我们也负责到底 那针对配合当中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那还有提到我们有成立了专责的小组 那未来我们会最 以最快的速度来跟家属这边来做一个接洽 谢谢 可是发言的 那个家属听说很不谅解 那个时机为什么要这样子来 逆而在这儿上去伤害他们 而且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 这个部分刚刚也有说明 就是说这件事情当然发生了 聚业这边责无旁贷 我想司机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责任 这些就近代司法调查 那我们也尊重家属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向家属跟这个社会大众 表示我们的决心跟潜意 谢谢大家 司机当时打那通电话是打给谁 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工作 之前的工作 那这部分 最后我们还是必须针对这件事情 聚业跟全体的员工 对于受难者跟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社会大众 赐福 然后致上最12万分的牵引 好谢谢 这一次打给谁 这个就请他跟检察官讲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X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特别喜欢它 我特别喜欢这些 我不管我 我不管吧 友善 我想要去 阳光清爽阳 安全 安全 撤 位子